橫斌FC香港同日之前JC神希的角力 上半場可以用游鬥歸納戰情 神希出動的殺傷力武器是遠程砲 這套獨步單方巴黎和梁子晉都試過 橫斌用的策略就是反擊羅振邦試過一次 不過就被李行匯護隔 護無紀錄的上半場就是這樣過 一場拉鋸戰進入下半場 因為一個換上新發型的劉卓軒後被入體 令到戰局起了180度的變化 橫斌逐漸主導形勢 看到67分鐘 劉卓軒做魔術師 突如其內的遠射轉化成入球 橫斌打破僵局 令到橫斌的勝算更加穩的一幕 出現在原場前6分鐘 劉卓軒接應方柏輪的傳送 用新發型施展鐵頭弓 就這樣又搞定 一個人砲製兩個金球 成就橫斌FC香港得到一場2比0的勝仗 亦都是這支港甲新力量 新球季的第二勝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國子龍報導 居民都城邪 楊貢 積極電視記者多終於